许比许比 阿飞许比 冷热三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是由冷酸林贵民播出的 娱乐街风 娱乐虾喜八面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佳 明天就到中秋节了 这中秋节最少不了的就是文娱活动 一年一度的湖南卫视中秋晚会是如期而至 那么今年的中秋晚会将会在明天晚上的8点20分准时播出 昨天晚上的晚会是在湖南卫视1600平的演播厅进行录制 大家非常喜欢的TFBOYS 陈乔恩以及华晨宇等艺人是悉数亮相 昨晚湖南卫视2016蓝月亮中秋之夜在长沙进行了录制 这二支TFBOYS 陈乔恩 谭维维 徐佳英的明星悉数亮相 那今年的晚会不同以往的演出 陈乔恩此次化身何种的搭档贯穿全场 而这二支则和SNH48的少女们一同演唱了 前年等一回 让人大开眼界 在晚会录制开始前 今年湖南卫视特别举办了2016蓝月亮中秋之夜启动仪式 总导演陈欣宇在现场就对晚会的亮点和看点进行了提前的小剧透 为了更好的契合中秋节温馨团圆的氛围 今年的中秋晚会的舞美也是十分的用心 昨天下午彩排时 先方记者来到了演播厅内 流线性的花瓣是舞台上最大的亮点 花瓣以拱形望望延伸 甩出到舞台两侧 而花瓣的中心恰似一轮中秋月 以速速的灯光从圆月的轮廓上放射出来 成为整个舞台的焦点 而圆月和花朵交相会应 也正体现了花好月圆的晚会主题 月明月圆月圆成了你的目光 深深的牵挂跟十指端情长 小脸月圆却是一头白说 模糊的一笑 不觉泪泪成熟 每年中秋晚会都不乏心意 不光是舞美别具匠心 今年的中秋晚会还新增了月桂佳人的角色 和主持人何炯一起观传全场 而担任月桂佳人的陈俏恩 在晚会开始前 一些黄群亮相后台直呼很紧张 其实在要知道跟何老师搭档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娜娜就跟我说千万不要紧张 因为他说何老师非常的好 然后跟他主持的话只要放轻松 然后昨天他也特别的发了那个微信 然后请何老师多多帮忙我 还有请湖南台的朋友都帮忙我 所以我不会紧张 我就当放轻松吧 整个晚会录制时间近两个小时 由于节目需要暂时保密 先锋记者并没能够进入现场先读为快 不过现场观众们倒是难以开心的心情 比较喜欢赵雅吃的 赵雅吃 为什么 因为她很古典很优雅 然后是非常优秀的女性 都还行 我比较喜欢那个TFBOARD 为什么 你是她们的粉丝吗 不是呀 年轻帅气可爱呀 青春活泼都喜欢都喜欢 我最喜欢深蓝的那个互相的人吧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歌唱出了中介节的这种心情吧 花好月圆 人团圆 明晚8点20湖南卫视 2016蓝月亮中秋之夜 让我们拭目以待 隋风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一说要过节了呀 大家都是特别的开心 期待着放假 不要忘了这时候 我们娱乐金风也推出了一场比赛 9月20号是爱牙日 我们娱乐金风就推出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牙王大赛 不论男女老师 只要您有一颗健康的好牙齿 而且呢 有这个乐观热情的笑容 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 方式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官方微信 留下联系方式和照片就可以报名了 那么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板块 夜夜消魂 节啊 肯定是少不了美食的 又到了一年中秋的时候 不仅是要吃月饼 同时啊 也是吃螃蟹的好时间 中秋节吃螃蟹的习俗 岂是已经由来已久了 这俗话说得好 西风想 蟹脚痒 说的就是每年立秋之后 螃蟹是高肥 味美 是最佳的品尝时机 而且我们也知道呢 螃蟹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蛋白质含量 比猪肉和鱼肉都高出了好几位 那今天呢 我们就应时应景 为大家推荐一家专门吃蟹的夜消店 华敦初上 爱吃的长沙人民 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寻觅美食的步伐 在这看似安静的云热码头背后 穿过喷泉 走下扶梯 你会顿时发现 江边早已经是热闹非凡 特别是在一家宵夜店前 他家外面大大小小34桌 竟然全部客满 他们的蟹和虾很好吃啊 香辣蟹 我会每天都过来 这个月是第三次了 就是看这个环境好不 我不是第一次来 我来过很多次了 平常我们可能坐靠江边更多一些 然后今天因为可能生意太好 没有位置 然后我们就坐里边了 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家店才开张了五个月 就吸引了这么多的客人 而这家店就是由三个80后的吃货 李庸 周倩和宋波三个人共同开的 李庸在深圳待了七八年 待过外企 干过设计 09年回到长沙创业 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爱吃螃蟹的他 一直在长沙寻觅好吃的螃蟹 但结果并不理想 第一就是那个蟹的那个原材料 不是特别的地道 然后第二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蟹的过程当中 加了很多的那种佐料 把蟹本身的味道给强过去了 然后我就想 就既然我那么爱吃 对吧 然后我也有一定的就是资源在这个里边 那么我为什么不开一家店呢 于是李庸拉拉了身为空姐的好朋友周倩入伙 还拉拉了在健身房认识的好友宋波 三个人就合伙开启了这家宵夜店 而店里卖的最好的 自然就是香辣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选的这种越南进口的青蟹 越南的青蟹做肉蟹来讲 是品质最好的 这个基本上大概在六四八两左右 我们做蟹的话最好是用公蟹 因为公蟹它的钳子特别大 母蟹的话一般是吃糕嘛 但是我们做肉蟹来讲 公蟹是最好的 店里每两天 就会有从越南空印过来的青蟹 一次的韵量就是120只左右 店里做一份香辣蟹 会用三只青蟹 先用大半锅子植物油倒入锅中烧热 然后把青蟹倒入油锅中炸 我们这个行话叫做过大油 就是把这个蟹在油锅里面过一道 使它的肉质更紧致 将青蟹走过大油之后 就可以将油沥出来了 李庸说 其实做香辣蟹的过程很简单 主要还是看螃蟹的肉质 再一个就是要看调料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秘制的一个酱料了 我们这个大概用了23味的中药 然后包括印度那边 我们收过来的那种比较特殊的香料 所有的调料放机 就可以放入早已炸好的螃蟹 再炒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除了香辣蟹 李庸还极力向我们推荐了店里的花甲 李庸说 店里的花甲都是从北海运过来的大油甲 北海的油甲不仅个头比较大 而且干净新鲜 不过李庸说 做花甲的时候可要注意的 不能用锅铲去翻炒它 然后花甲的话尽量不要用那个勺来翻炒它 我们就通过这样子摇锅 因为翻炒的话会使那个花甲会闭合 就有时候客人吃的时候会很难把它打开 就这样持续摇锅一分钟 这道北海油甲王就可以出锅了 当然了 有了江边的美景 有了美食 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 松伯说 店里的客人来 当然是必点这里的金酿啤酒的 而他向店里的女顾客推荐这款樱桃口味的果酒 这款酒只有4.1度的样子 口味偏甜 适合女生 而这款产自英国的杰克门啤酒 则更适合男士 时间接近凌晨 店外还是有顾客和朋友坐在江边边吃边聊 而老板李庸也稍微可以坐下来 休息片刻和我们聊一聊 谈到未来的计划 李庸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野心 他只想做好这一盘蟹 只想好好的享受生活 我们有什么很远大的理想跟目标 然后我就想能够把我们的菜品能够做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 我喜欢长安这个城市 就是非常放松的一个城市 它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吧 基本上我们是在过生活 是的 晚上约个三两好友 围坐在月下江边 赏着美景美食喝着金酿 实在是一大快事 我们何不放松自己 畅快地享乐生活呢 咸丰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我们栏目推出夜夜相混的美食内容之后 大家是积极地互动 热情地参与 让我们更加热衷于投身美食界的探索 现在也是特别推出了两位栏目的吃货记者 他们是组成了一对姊妹团子 是为大家打探打听更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如果以后你们在路上遇到他们 只要喊一声姊妹团子上菜 他们一定会如暑假珍一般 给你报上菜名和店名 让你不再为吃什么而交接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预热片花马上送上 姊妹团子上菜了 姊妹团子上菜 你好 一的 一的 我要一份三成熟的口味香 看着你乖吧乖吧 乖吧 紫媒团子上菜 中秋上档 尽情期待哦 是的 马上就要在9月16号的中秋假期 紫媒团子第一期节目 就会如约和大姐们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说啊 这过节是一定要热热闹闹的 接下来啊 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个 中秋之夜的好奇处 就是万花灯火 2016菊州艺术花灯节 它是由我们芒果娱乐独家打造 位于菊州沙滩公园的一个花灯节 将会在明天晚上的中秋节 拉开帷幕 30万盆的鲜花 上百万颗的LED灯 将会为大家营造出一个花灯海洋 那么届时呢 还有一个直径8米的人造月亮 将会升上夜空当中 五光十色的美景 一定是能让你感受到 浓浓的节日气氛 那同时呢 明天晚上我们娱乐极心风 也会在现场 跟大家进行现场的连线直播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各位先来关注一下 我们来了的最新动态 今天上午呢 节目组是在长沙 举办了一个媒体看片会 不仅是提前剧透了一下 本周节目的精彩内容 而且啊 我们的女神赵雅芝 更是优雅亮相 今天上午 我们来了节目组 举行了一场媒体看片会 咸丰记者在这里 抢先遇见了本期 我们来了的精彩内容 不要着急 我们马上为你来点小剧透 本周五我们来了 来到了浪漫之都 冰城大连 除了八位女神 还特别邀请到 奥运健将森杨和张继柯 令众人惊喜不已 张继柯是哪边的 一个打 手表都能打 浪漫还按着刺激邪号 好痛啊 好痛啊 短暂的预告片 让现场的媒体表示 意犹未尽 随后赵雅芝 身着红色蕾丝长裙 优雅亮相 面对诸多媒体的提问 赵雅芝显得 十分的从容亲切 对于本期 我们来了 邀请到两位奥运男神 孙杨和张继柯 就连赵雅芝也表示 不淡定了 就是我们每期都有 都可能会请一些 请一些男神过来 这次就有透露了一点 会有男神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是奥运冠军 所以当时呢 就觉得非常的惊喜 非常的开心 可见孙杨和张继柯 这两位奥运冠军的魅力 真是不容小叙 据先锋记者了解 在本期我们来了中 也不乏惊险刺激的 海上摩托项目 不过由于节目录制的时候 仙娜发生了小意外 让刚想下还尝试的赵雅芝 望而却步了 她突然掉到水里 对 我一跳过想上了身 她那边就蹦 一直好拉 我就看见她 那个摩托挺烦的嘛 然后他们几个就掉下去 赵雅芝表示 在为期三个月的录制中 已经和其他几位女生 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们还组建了自己的微信群 被问及节目结束之后的计划 赵雅芝也表示 不会再接工作 只想多时间陪陪家人 喜欢咱雅芝节的观众 可不要再错过之后的节目啦 咸丰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好的 那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电影方面的消息 最近这两年 随着电影市场的火热 电影录演 俨然成为了制片方 提高票房 却这个吆喝的固定手段了 演员呢 是一连数天 跑遍十几个城市 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和新闻了 况且啊 今年的电影《中秋档》 是由多部的国产优秀电影 《扎堆》上映 为了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激烈的时间段脱颖而出 演员啊 多跑一个城市 做落地宣传 也是十分必要的 就在今天下午呢 演员王洛丹 就现身到了我们长沙的 万达影城做路演 为明天即将全国上映的 《战争》剧致 《我的战争》转摇合 这个希望时刻呈现自己 最好一面的姑娘 就是王洛丹 今天下午 她带着新电影《我的战争》 和导演彭顺演员叶青 来到长沙宣传 虽然是印前见面会 但观众早已恭候多时 做了一部真实 还原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 演员拍戏时受伤在所难免 现场的互动环节 暖心粉丝就喊话王洛丹 务必保护好自己 《我的战争》改编自八经的小说团圆 由彭顺指导 王洛丹 刘烨 叶青 杨又宁等主演 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 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年轻人 为保卫国家远赴他乡 勇敢作战的故事 导演彭顺一直以来 以拍摄惊悚片为名 近年来 尝试转型的他 拍摄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这次涉猎战争片 导演表示 和惊悚电影完全不同 尽管今天两位男主演都没能来到现场 但谈及刘烨和杨又宁 王洛丹赞不绝口 表示拍戏时 大家很有默契 沟通和拍摄都很顺利 反而是自己为了更好地呈现角色的状态 总是强行要求多拍几条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挺折磨导演的 我说导演不行再来一条 但是说 我素材真的很够了 你已经拍了几条 我说导演再来一条吧 我觉得演员可能都会有那个 总觉得下一条是最好的 见面会结束后 几位主创亲切地和观众一起拍了大合照 迎走时 淡淡还不忘给观众送祝福 影片我的战争将于明天全国供应 赶紧带上家人一起去影院看看吧 前锋记者长沙小宝宝道 好 接下来呢 继续来选好电影 由王宝强首度自导自演的电影 大闹天竹 今天是发布了笑到一百天的电影海报 海报当中呢 王宝强是倒挂金钩大笑露尺 驾着七彩祥云大势而来 整体的海报风格色彩是对比强烈 喜剧与功夫的元素 完美融入到了印度风情当中 那么电影呢 也是提挡至了赫岁档12月23号 与全国观众一起大闹跨年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么接下来呢 三分钟时间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娱乐开心 黄晓明称青岛大一 斗包袱在战小平舞台 最近的黄晓明 真是在紫黑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 先是一脸迷之微笑 代言增高鞋垫 近日又被曝 在某党卫视全新的节目中 完全颠覆形象 说起了方言 便是青岛大一 让人不仅一度怀疑 这还是那个带着 boss光环的黄晓明吗 一口地道的青岛方言 更是瞬间让人入了戏 吓聊不断 随后黄晓明也在个人微博上 发文回应了视频内容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扇 通往包袱世界的大门 好怕以后控制不住自己 同道为反诈骗公益视频曝光 被赞最帅童警官 近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 发布了一则公益视频 视频中 佟大为身着警服帅气出镜 作为辽宁省打击治理 电信犯罪工作 形象代言人 叫网友如何辨析电信网络 形形违法犯罪行为和防范 随后这条微博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网友纷纷点赞 最帅童警官 昨晚佟大为自己也转发了此微博 呼吁公众集体反诈骗 据悉出声辽宁辅顺的佟大为 不但父母都是警察 连舅舅也是警察 是名副其实的锦二代 从小耳鱼目染的他 一直就是有警察梦 自次受邀担任 辽宁家乡的公安形象大使 和真正的警察 一起打击犯罪 可谓是实力圆梦 为童年 陪我们长大的倚天屠龙记又要翻拍了 近日网上爆出了一系列8月份 广电总局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 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是 某公司将翻拍著名电视剧倚天屠龙记 并且已经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备案 该剧将于2016年12月开始拍摄 纪数为50集 预计制作周期为12个月 倚天屠龙记自1979年来 被拍摄成影视剧 迄今为止已经被翻拍过8版 至少秋 梁超伟 李连杰 苏友彭 邓超 都演过张无忌 下期一出网友纷纷哀嚎 倚天可以不翻拍了吗 简直就是回童年 但同时也有网友 表示对此剧有期待 想看看加入现代的特效等元素 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效果 小蜂编辑整理报道 马上是要过中秋节了 这几天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说 今年的电影中秋档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那演员刘燕确实也挺忙的 因为在中秋档期 除了由他和王乐丹主演的《我的战争》 他的另外一部犯罪题材喜剧 《追凶折眼》也会在明天成功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组也有说 为了宣传追凶折眼 《追凶折眼》的导演 可是去了蓝翔记系 高等学府 只要是为了影片票房 能做出贡献的地方 那几乎是全部都跑遍了 繁忙紧张的录眼结束 昨天影片是终于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 这最后一趴的宣传公式 刘燕自然是放大张 邀请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一起上阵 经历连续的录眼宣传 今日电影《追凶折眼》 终于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导演曹宝萍协主演刘燕 张义 段博文 王子文 谭卓全员出席 此外 发布会上还曝光了 《追凶折眼》的终极语稿片 发布会上 刘燕太太安娜写儿子诺依 女儿妮娜意外现身成了 当天发布会最大的惊喜 长高了不少的诺依 在台上继续施展萌神功力 一本正经的祝大家中秋快乐 引发了全场的尖叫 人气简直要压过影帝老爸 而对于刘燕经常在外拍戏 安娜也表示完全能够理解 发布会上 竹窗门在现场聊即拍摄 无不喜笑颜开 彼此打雀 同时对曹宝萍导演的高要求 和细心打磨表示感谢 众所周知 曹宝萍的严格是出了名 刘燕在发布会现场透露 进组后的第一个镜头 自己就拍了27遍 此外在拍摄开车的戏份时 还遭受到了导演的调侃 曹宝萍导演表示 相较前作烈日酌心 追凶哲也野心不大 就是想做一部轻松幽默好玩的片子 追凶哲也有点致敬 他第一部电影光荣的愤怒的意味 注重情节是曹宝萍一直以来的创作坚持 追凶哲也中的悬疑戏份成了亮点 但曹宝萍直言电影不怕剧透 就算知道了结局 看完也会有惊喜 据悉影片将于9月14日 中秋档全国上映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中秋档的好电影有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好好思考一下 到底要选择哪一部 一段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冷酸铃贵门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喜八面通 我是孟佳 欢迎回来 那么刚刚几分钟时间 大家有没有做好选择 到底这中秋节去看哪一部电影呢 如果没有想好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 中秋档优秀电影的最新预告片 带您大致了解一下电影的内容 一起来看吧 我先生 我想 就是今天 五三七呼叫轰炸 五三七呼叫轰炸 我们九连 一定全力以赴 把敌人阻止在补义庭 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外面电影的时候 把这个留给自己 连长他这个人 嘴不好 但心眼特别好 我们上上下下没一点不行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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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我自己打下来 别管我了 你要打 一起打 你们不要管我 继续战斗 轩炸战装 比我们想象到困难 我们上下下下 我们下速就可以了 我们下断 我们下车 到这里 要不打 我们下车 到这里 我们下车 那一个4个人 我们下车 在这里 我们下车